NBA台北赛的火箭和六马两队凌晨踩到台湾 短暂休息之后 中午林树豪和火箭教头一同现身接受媒体访问 展望星球季 教练不断称赞好小子的认真 也强调一点也不需要担心林树豪 火箭球星林树豪和教练Makiel一同现身 经过了几个小时休息 好小子仍显疲惫 不过将要在家乡大险身手 他仍然充满期待 而对于星球季 教练对于好小子也非常有信心 我喜欢他的摩射 他的摩射比较硬 他比较硬的摩射 但他每冬天都很努力 也显示了 我肯定期待 这是一个祝福的 我父母在生了 然后移到美国 我回来玩球 我认为我们都会享受 環境很瘋 希望我们能够出现再赢 刚睡醒的摩射主为Howard 面对镜头不断搞笑 不过再度放胎 摩射心心念念的 却是上次没有完成的吊霞行程 我应该去摩射 但Jeremy太疲倦了 你不能断计的计划吧 那是计划 我们想要去摩射 所有人的摩射 还有 莫尔哥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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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Roy Hebert和总教练Fred Vogel一同献身 对于新球季除了目标季后赛之外 当然更要挑战总冠军 六马和火箭两队经过了强力整合 新球季都成为备受瞩目的强队 在马尼纳的热身赛 火箭打出了更全面的球风 让人更加期待台北赛的精彩对决 雨电TV甘方结账一期台北报道